今天晚上又买了这个固态硬盘 12345678买了8个 因为好几天我去问了老板都说没有 然后每次去 我去好几次都说没有 可能这几天 因为前几次我去的话老板都不在 是他女儿在那里 是他的小女儿在那里 他小女儿看我每次来都没有 感觉有点过意不去 所以就特意给我留了这几个 这些都是基本上都是比较大的那种 像这个金泰克的256GB的 而且都是拆机的 这个下肢的杂牌子246的 这个246256都是50块钱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480GB的金斯顿的 这个是100块钱 这个 这个 这个是3星的25650块钱 这个是三星的25650块钱 这个是金斯顿的25块钱 这是七彩虹的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是360GB 5050块钱 这个是西部数据的240GB 50块钱 总共是花了425块钱 可以买回来的 待会要去洗一下 然后再测一下 非常的脏 看来老板的二女儿还是挺懂事的 看我来了好几次 他都没有 所以就特意留了这几个固态硬盘给我 今天是那个老板特意打电话给我的 今天过去的时候也比较晚了 11点快11点钟 11点的时候过去的 那个本来约号是9点钟过去的 后来11点钟才赶到 因为晚上还要去学习那个摄影 然后因为比较远嘛 在那个月秀区那边 所以我赶回来都快11点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 他的那个 他的儿子 他的二儿子 在那个 还有他妈妈 在那个 还在那个店 店里 然后我问那个他儿子 他的二儿子 他说他老板已经睡了 但是我不能白来呀 你睡了我就 我直接一个微信视频给他 然后把他吵醒了 然后他 他老板就屁电屁电的下来了 然后就把这个卖给我了 我说我平时都两点钟才睡 你怎么11点钟就睡了 他说他早上因为起的比较早 他每天那个早上7点钟就要起床 然后起来去去拉货 去把那些 拉那些电脑啊 主机啊 拉回来 然后拉回来拆 还有一些 不仅仅是电脑吧 还有其他东西 所以他们就起来的比较晚 起来的比较早 7点钟就要起来 出去拉货 然后可能就说要早点睡 好了 现在 刚刚要测的那个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坏块 就是 这个金斯顿的 120GB的 扫描速度 也还不错 也能达到300兆每秒的扫描速度 这个 这个就非常牛逼了 这些还没测 我要清理一下 他去测 太脏了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